如果昨晚要開大冷的話 有哪一場開不出最可惜呢 最可惜就是曼聯那場 曼聯竟然竟然被他入球 這場如果是開1的話 只有4.58%的朋友可以猜到 這場是超級大冷 如果贏不到就 冷一點 不過你看場面 其實曼聯贏不夠是很不值得 射得很暖 銀摩穿了 射得無法入球 最後是保時階段才 幾個後面的球員做好戲 入了一球 你說是不是對方的門將 真的如有神助得那麼厲害 全場12次撲救 成為昨晚全場表現最佳的一位 一些網站給他的打分到9.9分 基本上是一己之力 奧摩尼亞的門將 也是34歲的尼日利亞國文 很素豪 我今天起這句底 他其實是少年成名 2013年踢U17世界杯 尼日利亞拿了冠軍就是他手籠 但是浮沉沉多年 其實他在職業生涯中 鮮有閃光點 也有效力過 例如拉科 那類西甲知名的球隊 阿爾切 但是一直都打不起名堂 直至今時今日 踢賽普勞斯的俱樂部 但是今早就被他一戰成零 我這個24歲而已 師傅 24歲而已 98年 98年 對 88年才是34 對不起 24歲而已 24歲而已 所以你做不到數據分析師 98 98不是34嗎 98當然不是34 現在是22年了 00到22年都是22年 更何況加多兩年就是24 對 對 對 98 98 88 浪費了個大哥 做個大哥 挺好的 你大哥 那數是強項 24歲 不好意思 你嘗試一下 那去騰直這場球 會不會有出頭 我一開始以為是34 沒有什麼前途 嗯 還是很靈活的 不過我覺得你與其說 昨晚他表現好 倒不如說 萬聯射門 質量很差 我覺得是 是的 都不是厲害的了 但是有幾腳都單刀 其實已經是單對單 但是你比喻說 下半場剛剛開始 那一下兩連撲 嗯 第一一下撲完之後 門將都已經躺在那裡了 你還要射回手邊的位 那當然兩連撲 大哥 我去可能都兩連撲 是不是 射門的質量真的很差 你不要跟下難特比 我相信你萬成這樣算一下 就算飛爾科頓那些 射門的質量都會比萬聯這班要高很多 嗯 始終是 臨門一腳 射門的質量太差 嗯 嗯 又不幸運 例如說 卡斯米露32分鐘 那一腳其實是 很威靈 射中橫梁 也有中橫梁 唉 真的沒辦法 整個上半場是15腳射門的 其實不是 沒有魔尼亞 只有一腳射門 但是0比0 嗯 下半場的情況 繼續惡化 拉書虎 包括施朗 搬廢就更加廢了 真的 那些技術真的差到這麼厲害 你都近範一點 是沒有的 包括安東尼亞那些 後來換人了 都換了阿力神 那些 阿辛祖那些 那些 阿麥湯米露也上去 那樣 最後到93分鐘 由阿辛祖在禁區裡頭 一下車前退後 擺脫了敵衛的防守 讓他做好一個助攻 交到中間 讓阿麥湯米露近門射 這一下太近了 實在是 門前有人馬踏襲 根本看不到球球怎麼來 結果一射就搞定 全場34腳射門 曼聯是創落了近2個賽季 在歐霸杯當中 單一支球隊單場球的射門次數紀錄 單一支球隊單場球的射門次數紀錄 單一進一球球 真的太誇張了 這些也是學者人的 這些林李先進 如果計算新價的話 是8億的 曼聯 對方只有1500萬 如果計算到這個比較的話 這場1比0 奧摩尼亞 簡直是要封神 不過踢完這場 可能對面多了幾百萬 整個門槍也多了幾百萬 真的無邪可擊 官方賽後 都發文 即曼聯 盛讚這個烏素豪 這位24歲 利亞的小火主 我讚別人會顯得自己沒那麼尷尬 因為讚別人表現如有神助 證明自己沒有白做 我已經努力了 是人家聰明而已 對 也算是沒有那麼尷尬 也對 所以這一站 也是有技術含量的一站 發解了三十多腳射門 最後才能進一球球 尷尬 還要兩個後備進一球 合作這樣進 也挺搞笑的 其實這個烏素豪 賽後還特意找了坦客家 拍了一張照片 合影留料 找坦客家 會不會真是 小火主 萬能找他過來 可能以這場球的表現 可能有不少大會 會留意他 不一定 看一下 我覺得這些門線型的門章 神經一場是經常有的 只是看他的綜合素質 我覺得綜合素質也很一般 情相高 直到萬聯官方成讚他之後 馬上社交平台轉發 並且評論說 I love you 奧鐵福 小火主的路越走越闊 這個小火主看來是投誠之心 顯而易見 會拆老闆鞋 馬上問老闆過來拍張照片 我真的會拆老闆 我認為尼爾尼亞無法入圍 所以要拿著區律部的表演機會 看看有沒有機會爭套 勾脅會盃的 應該會比較難 你以為多尼亞很差 你差還是差 你兩回合都贏了人一隻 射到他亂了 但你入不到球 真的是氣頂 真的很差 你兩回合都贏了人一隻 你真的說別人差 那也好 不要太高調 你怎麼贏了就算了 雖然有點壓汗 因為未來七天 萬聯要踢三場硬仗 包括 會對紐卡素玩 這場球 萬聯今早這場球 已經是十月份的第四場球 這個魔鬼賽程是很恐怖的 濕於返 YUTEC八場球 七場八場 反正就是很密集賽 還有剛剛結束國家隊比賽的集訓 很多都是 對 紐卡素接下來 周末 主場對紐卡素 紐卡素 現在已經聰明了很多 開季時有短暫的低迷 但這一波已經四輪不敗 兩連勝 兼且都是大勝 其實比萬聯少一分 如果說是欠前六 或者欠前四的對手 一點都不過分 你知道紐卡素 他有了錢之後 他感覺上是有異心的 一家俱樂部 是 他不用給你面子 是嗎 算錢我亂你 當然 以前只是靠卡素 現在真的有了錢 以前要不斷扭卡素 人家叫做紐卡素聯 紐卡素聯和萬聯 大家都是聯 而且各隊的實力是不差的 如果計算中柔波 紐卡素算是比較突出的一隊 成型的一隊 其實這隊是相當成型的 相當成熟的一隊 你看他前九輪 是入了17球 火力也有回不上 失了7-9球 和萬成是定列 失球少的俱樂部 所以這一關是難過的 我覺得 然後對完這場 就會對熱刺 這場真的是 真真正正的 爭死的直接對話 這樣 因為熱刺近方也會用 輸完給阿仙奴之後 在英超和歐聯 他也是一波三場不敗 而且是一周雙賽 踢完周末 下周中就對熱刺 對 而且是好手如雲 熱刺陣中 對完這個熱刺 而馬上的周末 又對車路士 所以關關難過 車路士也明顯反彈 現在是一波四連勝 雙殺A.C.米蘭 令波特的威望迅速升溫 升到上職分榜第四位 多萬元一分 這場球又是爭死 又是爭死的大戰 所以接下來這段魔鬼賽程 一定程度上很可能是決定了 今年到底歐戰席位的走勢是怎樣 是 踢完車路士 然後周中有歐霸杯 全部都是一周雙賽 每個星期都是一周雙賽 再到下個周末 就對韋斯咸 韋斯咸 你說是不是爭死呢 你看回上季 應該是爭死的 韋斯咸的實力是無從懷疑 我經常覺得 是的 這對球是鼓鼓滑滑 什麼時候出劍 所以硬實力還是在 所以到世界杯前 每一隊球賽程都很密集 所以不要苛求 又累我 不見多少 這個萬聯 實在是有苦衷 真的不是很樂觀 因為你長長歐霸杯 你都是派起碼半數的主力上來 但是踢出來的效果就不怪這樣 所以你都不能夠對這隊球 近期都寄望太高了 唉 沒辦法 反正就是一隊這樣的球 慢慢接受 改變 也不會說一天之內 能夠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 就是扯戰扯走 昨晚我看微信群 那些朋友發的那些 那樣的文章 其中有一條 我不知道是真正假的 就說這個格沙家族 如果要買這個萬聯 我不會買的 如果要賣 起碼都要100億美金 這樣 這樣 表明不買的決心 只不過是 這個數據是虛的 所以很多朋友會有一個移民 到底萬聯現在值多少錢 100億就肯定去不到 但是實情是值多少錢 我今天查一查 又找到一些比較接近的答案 就是說 其實萬聯一估值 100億 就是開玩笑的 大概是46億美金 大概如果借入英鎊 是37億英鎊 如果計算到 他在今年的四天竹壇 所有俱樂部的價值排位 他是排第三圍 是比西超的兩隊 王馬和巴塞 但是比車路士 拜仁大巴黎那些 是要過的 雖然他們是 這幾季 但是他值這個價錢 不代表你這個價錢 可以買到他 市場價 這個就等於是底價 有價沒有市 對 但是老闆 他不會底價賣 很多東西 他要加自己利用 我們再看看 萬聯是有什麼 去支撐他 可以有這麼高的價值 認可 看看萬聯上一年 他的收入是六億幾美金 營收是1.200億 所以你感覺上 他仍是一個很健康的運作 成績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但是你看回 因為萬聯其實龐大和群體 還有廣告商的贊助 還有他英超老牌豪門本身的一個底運 一直下來 其實他是接近於 起碼不是第一 還是第一陣型 還有他的影響力 現在就不再是 局限於英超 你看回東南亞 或者美國 歐美 那些地方 外圍的地帶 其實 他的影響力 還是有的 還有不只是局限於體育領域 對 還有斯朗 雖然在牆上的公園 不及盛年 但是你別管 他就是一位話題的人物 對 還有我看過曼徹斯特晚報的報道 曼聯負責是5億多磅 而從2005年 格沙家族接手曼聯之後 格沙家族已經從曼聯 這家俱律部身上獲益是超過16億磅 所以他不肯賣 這隻是 年年生蛋的雞 年年生蛋 年年生蛋的雞 現在格沙家族 是6個子女 6個子女 是共同擁有這家俱律部 所以他 賣不賣呢 他的意見會比較多 很難說 統一一個意見 大家調心說 買不賣 所以 這樣的格局 可能會一直維持下去 反正年年有錢分 賣來做什麼 即是建了房子 現在 為何要賣了房子 出了房子 沒理由把雞 那你連年生蛋 只靠蛋也有時間吃 就是這樣 當然 成績是很關鍵的 如果在場之以往 徘徊在歐聯以外 這個問題還是相當嚴重 但是 都是這樣 不會說 一夜他沒有影響力 或者關注度是零 不會變成這樣 慢慢慢慢削減 但是要正時 零取了 Ginoleum 感谢观看